妈 难道那天没来是因为这个 无奎 这谁和谁要成亲啊 这恋爱做事可真惊人哪 一声不响的就要成亲了 无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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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新娘子来了 无奎 恭喜啊 已经够乱了 你就别添乱了 无奎 我 恭喜你 不是啊 你误会我了 我是喝多了 然后我当时头晕晕的 我就做错事了 不是吧 你说你跟哑郎 你们两个不会是 是啊 看 可是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这回死心了吧 人家都已经那什么了 就这个东西 可真不是个好玩意儿 无奎 雷儿 雷儿 你说你这马上要成亲的人了 你跑什么呀 我能不跑吗 还等你来娶我呀 你 你答应要嫁给我的 我 我们走吧 人家都追上门来了 我们还扯在这干吗呀 我快 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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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回去 我不跟你回去 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 我那天是喝多了 我这大色也不会跟你回去的 我那天是喝多了 醉酒的话你也信 你可是当着山寨所有兄弟的灭亲口说的 你现在反悔 你叫我的面子往哪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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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面子往哪搁 我我管不了 我管不了 我知道 你心里还想着那个小五回 你看他那熊样 一招仙三下倒 他拿什么保护你 这也就算了 连恶都看出来了 他跟那个格格还纠缠不清 这你受得了吗 你心里对他牵绊好 可他心里却难忘旧情 念着那个格格 你受得了吗 不是这样的 他 他是个好人 他不忍心伤害格格 他不忍心不要格格 而且之前他们是有过婚约的 那我对你那么好 你就忍心伤恶了 可 邝洁 邝洁你也答应要嫁给我了 不 雅郎 不是这样的 我 我 那天 那天在山顶上 我想对你说的 该对你说的 我已经全部跟你说了 我的心 真的只有那么一点点 我已经全部给小五亏一个人了 再也容不下其他的人了 那句醉酒的话 你就别当真了 这辈子 我欠你的情 先欠着 如果有下辈子的话 别下辈子了 这辈子 这辈子呢也不该再接你 维尔 那雅郎也算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那对一个心不属于自己的女人 还纠缠不清这样的事情 更做不出 从今以后 我 提走你的阳关道 可走我的多么巧 我要是再纠缠你 那就不得好死 不得好死 你 老狼 你来晚了一步 我的心里辱不下别的人了 再也打不开了 并不晚 去 你现在取之还来得及 去 告诉他 你要嫁给他 你凭啥这么说 凭他对你的真情实义 凭你对他的亲口承诺 我 我那时喝多了 一时混了头 我才 这婚姻大事岂可儿戏 你既然答应嫁他 就应该遵守父道 从一而终 何况他是真心爱你 会让你永远幸福 作为一个女人 你还想要什么 再说了 这成亲喜帖已经发出 难不成 你还想另嫁他人啊 我跟五魁是真心相爱的 他离不开我 我也离不开他了 这就好比 好比王八绿豆对上了眼 这 细水的烟样 谁都离不开谁了 追了对的残鹅 到死都是分不开的 你还真是个无知无实的乡下人 我看你是喝醉昏了头 到现在都醒不过来啊 你犯了大错 你伤了人你懂吗 你明白吗 我 我伤谁了 雅郎 五魁 我 还有萧家所有的人 你在说啥呢 我咋一句都听不懂 那我就一笔一笔算给你听 你答应嫁给雅郎 现在又逃婚不嫁 你是不是伤了他 你口口声声说爱五魁 又偷偷跑去成亲 叫他两条船 你这不是伤了五魁 我现在无依无靠 五魁念旧情重新对我好 你明知我俩有婚约 还恬不知耻地纠缠他 你这不是伤了我 我救过萧家 对五魁他爹和贵仪都有恩 你伤了五魁和我 不就等于伤了他们 不是这样子的 我没有趁你下伤害你们 我这喝多了 我一直糊涂 我才 做错了事就得付出代价 老天要惩罚你 不过也给了你一个机会 所以你现在赶快去跟雅郎 说你错了你愿意嫁给他 这事还有呢就 不可能 我跟五魁是珍惜相爱的 住口 我给你说了这么多 你一点都听不懂吗 如果你说的是对的 我是错的的话 我会担当的 可是我觉得我没有错 我是不会放弃的 你 你现在一个人 我不会再伤害你了 但请你记住 五魁他是在帮你 但不代表他还爱你 你要去找向五魁 他被你伤透了心 不会再见你了 那也得他说了算 哥哥 哥哥 你何必说那么多呢 我不会不听你想的 不会 别这样 你 其实你我身边 都有一个无法辜负的人 墨雅对镖居 对我爹和桂仪都有了 我实在是不忍心拒绝他 雷雅 我实在是开不了这个口 还有雅郎 他一直为了心中的那一份爱 而守护着你 你不应该辜负他的一片真心呢 乌龟 我从小没念过什么书 但是我觉得 我比你懂得什么叫做喜欢 什么叫做爱 爱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不是什么恩情 也不是什么责任 爱就是爱了 别说了 我当然知道什么是爱 可是不是所有的爱情 都应该付出 都值得拥有 雷雅 其实遵守承诺 比什么都更加重要 你嫁给亚郎 我去取墨雅 这好像都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所以 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 你明白吗 我们俩以后 永远不要再见面了 我明白了 我不会再让你为难了 雷雅 雷雅 你在我身边 我会很快乐 心里满满的 你不在我身边 我就很失落 心里空空的 可是雷雅 我没法保护你 没办法给你安全感 我没有资格爱你 分开了 就这么不再见了 我知道你是为了大家好 但是 这样做不是太愚笨了吗 真爱一定要成全别人吗 那雷雅我愿意成全你 现在 我该去哪里呢 山寨 标局 哪儿都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 我只能回家 陪着奶奶 我什么都不再想了 什么都不再想了 谁啊 敲什么门呢 没看见旁边能进来呀 还敲 走 小猴子 我看你再耍好劲 今天我让你逃出我独来佛手心 走 敲什么门哪 奶奶快跑啊 才找风来了 没事啊 走 走 小猴子 我知道 是你捣鬼 拿走了宝盒里的东西 赶紧说 东西藏哪儿了 你杀了我吧 我是不会说的 轻点 你杀了我吧 那是孩子吗 杀了我吧 你 杀了你 不急 要杀 也先杀这个老太婆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放了奶奶 我说我说 你快放开奶奶 快说 东西是我拿的 我不甘心宝盒落在你手里 当天就把金箔拿走了 然后藏在了家里 就找不到了 怎么说 你把东西又给弄丢了 问 在那儿 在那儿呢 那个喜字 那个喜字 你就是那个喜字啊 这些是真的 怎么会弄成这样 闹了半天 就为了这张纸啊 俺昨天看着好看 就给剪成喜字了 剪成窗花了 剪成喜字了 剪成窗花了 剪成窗花了 你至于吗 为这张破纸 破纸 破纸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我的命根子 你 你 你还有命根子 不是 有救 你回头 回头 看看那柜子 那里头有盒子 都在里头呢 你往前走 往前走 对对对 你摸 对对对对 就那盒子 都在里头呢 你摸摸看 这 这是什么 那个纸看着好看 剪成碎片 没舍得扔 要不 你试着看 能不能把它拼回去 忘了 你看不见的 你不要敢这么消遣我 不是 不是 不 不要 我把你们碎尸万段 不要 放解我心头之恨 不要 不要 住手 大宗 潘道风 你居然跑到我们家来 对奶奶和小猴子下毒手 你别以为你力气大 就能救得了他们 你们 都是毁了我藏宝图的熏手 我 潘道风 你 不光来我们家撒眼 你还需一口喷人 烈儿姐姐 小猴子别怕 我是不会让她伤害到你的 而且 我是不会让她诬赖你的 不是 姐姐 我真的偷了藏宝图 大不了 咱们还给她就是了 还不了了 按简称喜字 贴肠上了 那 这还真 真是 可 可是就算是我们活领的东西 你也不能这样 这么野蛮 说打说杀的 少废话 不然 我就要你奶奶的命 你看 蔡道风 这辈子也真是够备的 为了这宝藏 我吃尽了苦头 现在突回 心愿 再也不能了了 不如咱们同归于尽 你们 先做个垫背的吧 你娘到真的不想要那个藏宝图了吗 什么意思 藏宝图在毁之前 我是瞧过的 我没准还能给拼回来 真的 嗯 但是如果你要是伤了小猴子和奶奶的话 我一伤心 没准就忘了 那个藏宝图长什么样了 嗯 嗯 哎呀 好 只要你帮我找到宝藏 我就放了你们三个 不过 你不会耍什么古怪吧 我是不会拿小猴子和奶奶的性命来开玩笑的 哼 吃不得呀 住嘴 你要是不吃 就是心里有鬼 吃就吃 姐姐 姐姐 我要看看 这个药 到底有什么 姐姐 有 丫头 哪有姐姐 有什么怪怪的 丫头 姐姐 丫头 姐姐 喂 你给我吃的到底是什么药 是食毒解力散 我配成此药已经十几年了 没想到今天终于派上大用了 所谓食毒就是药里有十种毒 是我走遍天南地北好不容易采集来的 这些药各有其毒 在你身体里 会使你经络彼此排斥封闭 啥意思 真是对牛弹琴 就是说你以后再不能用你这身傻力气了 只要你帮我乖乖地找到宝藏 或许我一高兴了 就会把解药给你 我没有力气了 现在相信了吧 你没了力气 你就什么花样也耍不了了 说真格的 女娃有一身大力气 对自己没什么用处 相反还会招灾惹祸 你啥都别说了 你不是之前跟我说过 如果我把药吃了的话 你就不会晒掉小猴子和奶奶吗 你没事吧 你想让我生气 我才不上当呢 刚才问你呢 你把他们到底怎么了 他们都活着 应该说现在还都活着 这句话啥意思 他们到底咋了 我把他们俩分头藏在两个 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你要能早点帮我找到宝藏 那自然还能赶得回去救他们 如果 如果啥 如果你要不好好帮我 想在路上害我 或者故意拖时间兜圈子 他们就会慢慢饿死 渴死 这可不能算我杀的 而是你杀的 你 你还想跟我继续啰嗦下去吗 他们可是离死 越来越近了 你才离死越来越近了 你让什么 你让什么 他也说真疼的 也是想真顺利地帮你 你干什么 你踩到牛粪了 牛粪 你踩到牛粪了 不过你现在也拿到宝图了 而且呢 有我在帮你 这事完全做到了吸引标局的戏诺了 对吧 嗯 而且呢 我答应了五亏一件事情 这也不得不让我好好帮你寻宝了 你答应他什么事 你想知道啊 嗯 可是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以后你就知道了 别走 快点走 哦 如果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也没什么事 就是看你连这几天跟老爷谈试到很晚 想你也辛苦了 所以弄了点点心给你 嗯 你怎么都不吃啊 是不是嫌弃我的手艺 我吃 你们商量什么事商量得那么晚 哦 都是标局的一些事 标局的事就是你的事 你的事也就是我的事 有什么不好说的 我都在标局住这么久了 你还这么见外啊 对了 对了 桂仪今天问我了 什么 桂仪问 我们什么时候重办婚事 我说这事也得先问问你 你 桂仪最近对这事还挺上心的 多半明天就回来问你了 乌奎 如果桂仪问你 你怎么回答的 我 桂仪 快去看看吧 你爹在那发脾气呢 叫你过去一趟 啊 谁叫你娶格格的 啊 你不是深爱着雷儿的吗 不是啊爹 现在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 雷儿答应嫁给哑郎 我不得不重新考虑一下 等等 皈仪不是说 雷儿因为酒醉才答应哑郎的吗 这孩子一定是一时迷糊 才做出这种傻事 你不问清楚 随便就不要人家了 其实雅郎一直深爱着他 也有足够的能力保护他 如果他们两个在一起的话 那是天造地设我不应该介入 再说 哥哥和我早就已经有了婚约 他现在也是孤苦伶仃呢 好了好了 你别说了 我看你是头脑不清 视力不明 你爱雷儿雷儿也爱着你 这谁都看得出来的 你干嘛要搞得那么多的心眼儿 折腾自己 还把雷儿也害了 爹 光有爱是远远不够的 你要是真的爱一个人 就应该照顾他 保护他 让他永远活在平安无虑之中 但以我的能力 我根本做不到 而且 我还会连累他 你这是什么歪理啊 你懂什么叫真爱吗 那是双方都愿无思无悔的 为对方付出 从来不要求任何回报 而心里无时无刻 不思念对方 体谅对方 想方设法 竭尽全力帮助他 可人活着还有信诺 怜悯感恩 而这些 都是要你负起责任的 责任 怜悯 信诺感恩 在对雷儿的这件事情上 小五回 你没有一件事做对的 当你在婚礼上 被打倒的那一刹那 格格已经不守信诺 他抛弃了你 而雷儿呢 他始终不离不弃地守护着你 守着对你爱的信诺 虽然酒醉糊涂 但是其中真正原因 你仔细追查过没有啊 而且 你现在对格格只是怜悯 同情完全不是真爱 说到感恩 你 我 甚至信以标局 都是雷儿一个人 拼命救助 起死回生 哼 这个大恩大德啊 难道你全都忘了 可是爹 我 左苗头 不好了 左苗头不好了 小猴子怎么了 雷儿姐姐 雷儿姐姐她 你说 雷儿怎么了 蔡道风抓了雷家老太太和小猴子 要求雷儿替她找宝藏 小猴子运气好逃出来了 可老太太的心在下落不明了 老爷 现在怎么办 别急 别急 奎儿 你马上去找雷儿 我带着小猴子去找雷老太太 是 等等 奎儿 这是你的责任哪 找不到雷儿 你就不要回来 烏魁 你要去哪儿啊 我去救雷儿 不行 我不让你去 我是你为过我们的妻子 我不许你去找其他女人 墨儿 听我说 我一定要去救她 我刚才在门外都听到了 现在你就陪我去找你爹说清楚 走 事到如今你还不明白吗 好 那我就实说了 我现在只担心雷儿 你明白了吗 墨儿 我和你 早就已经成为过去了 你就只能 小舞魁已经死了 现在的舞魁满心满脑全都是雷儿 你说什么 我辛辛苦苦为你做了这么多事 取尊将官的伺候你们萧家每一个人 我就换来一句 一切都过去了 小舞魁 你给我说清楚 小舞魁你给我站住 你居然敢这样对我 我 怎么这么半天 你要嫌我慢的话 那你自己来试好了 你别趁机磨羊工 我可提醒你 你奶奶和小猴子 知道了 知道了 我奶奶跟小猴子 正等着我去救呢 怎么了 都怪你 我刚才本来想好 这一块怎么拼了 结果被你一打岔 全给忘了 真是 可真是麻烦 哼 坏蛋 这么折腾折腾你也好 你笑了 拼出来了 马上 那下来该往哪儿走 又怎么了 我不认识这上面的字 来 你 你画到我手上 妈 我看你 现在往西走 你把藏宝图放回宝盒里 哦 好 仔细点 别弄丢了 知道了 给你 我给你 给你 来你 你怎么了 没事 我脚麻了 所以走不动了 你可真是麻烦 没力气了嘛 所以这脚麻是正常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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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走了 希望你能看到 把宝藏抢回来 太祖宝藏有消息了 这人比暗门还惨迷心强 一听宝藏 商榷人全好了 这么好的事 能白白便宜我 你有什么条件吗 条件一定是有的 我要你带我一起去寻宝 我不要求分的宝藏 我只求亲眼见一见 也算是 了了阿玛的遗愿了 真的 就算骗 你也骗不过我 吴楚子 给我滚进来 来了来了来了 滚进来了 贝勒爷您有什么吩咐 给我挑几个机灵点 功夫好的 由你带队跟我走 喳 这格格还真是能躯能伤啊 居然跑过来 跟贝勒爷一起合作 这下机会来了 我要多多动脑子 说不定这一下来 美人才我都归我了 吴楚子 你这子也乱转什么 还不快去呀 马上就去 马上就去 他干嘛宠我笑 他是不是发现过的秘密了 他是不是发现过的秘密了 打打家弟 你还在吓他 想他去找他去啊 你说你这样 兄弟们心里都难过呀 先弄回来做鸭鸭夫人 生米煮成熟饭 什么都好办哪 闻想叶长 你去看看他 闻个请出名呗 就是啊 做狼也要狼性要爽 你说那这样磨磨叽叽算什么呀 大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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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又说错话吗 静悠 大党家的 现在就是去造雷儿起来 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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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奶奶也不在家 好了 这什么字啊这是 原来你跟我一样也不识字啊 这不可能 这个字怎么那么怪呢 是你拼错了吗 不可能啊 这个图上描得一模一样啊 那你会不会把图就拼错了 很有可能 这走路走得这么远 我都累了 拼错很有可能嘛 你 我 你 你 没有人 是我 你怎么来了 总标头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若有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他们又为难你吧 为难 你 你 你问问他 我们是谁在为难谁 雷儿 你没事吧 你怎么这么冒失就跑进来了 我想到你有危险 我就什么都顾不了了 这种话 两天留给墨雅说吧 雷儿 是我错了 真正救了彪局 救了我爹和我的人是你 我对墨雅只有关系没有别的 我现在真的什么都不想想了 我只想救回小猴子和奶奶 所以 你回去吧 回我呢 为什么 既然来了 就别想走 总标头 你来得正好 这丫头不识字 害得我们一直在绕冤枉路 还是你来给看看吧 蔡道风 这事跟五位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该让他回去 那个图 我会试着帮你拼好的 是 你还要试到几时 难道 真的不顾那两条人命了吗 我 蔡道风 我愿意留下来帮你找宝藏 只要你不要为难雷儿 我滚 我一定竭尽全力把你救回去 不顾好 总标头 还是你来给看看吧 莉莉 贝勒爷 贝勒爷 他们去哪儿了 往那边走了 他们之前不是往北走了吗 想迷惑我们故意绕路 一定是连儿耍的鬼把戏 幸好我们跟得紧 走 出发 真是想不出一个人才两头的办法 早知道就别让二父亲死了 他主意多 马上就能想出办法 人呢 快跑没了 这活神野地里别帮我留着啊 贝勒爷 驾 来 闪电 这不是零儿的标记吗 驾 加油 换过去 唱 Bon 闪电 那边 啊 好 到了吗 我看应该到了吧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 这儿 这悬崖下面有一面壁 没有路了 什么 没路了 有什么事在杀我 这哪里有什么宝藏啊 干什么呀 咱们大厂都辛苦这么半天了 怎么会耍你呢 而且这是藏宝的地方 当然会不一样了 你赶紧放手行不行 别打了 你别以为我好欺负 再动手我就不客气了 藏宝图指示的地方 就是在这儿了 咱们好好找找行不行 别再打了 上上课的字呢 什么字 阿言不知道 反正这上课都刻着好多字 快 快 刻个什么字 像是一首诗 太极先帝 列祖皈依 吉祥宝器 永藏大藏 看来这是一首 藏头齐结石 四聚的第一二三四个字连起来 正好是太祖宝藏 你 握住我的手 让我摸摸 这边 看来 果然是太祖宝藏啊 乃 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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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在这儿 一定在这里 宝藏 宝藏一定藏在这里 找到了 终于找到了